第一地,而秦国能够打败六国所有的军队,除了强盛的国力,英明的军事统帅,其国内精心制造的先进武器,也是十分重要的一方面,我们今天所讲的主人公就是一把从秦始皇陵区内,挖出来的逆天神剑。 根据相关媒体报道,1974年的春天,陕西离山脚下的鸡尾农民在打井时,意外从地下的两米深处挖出了很多古代的陶涌碎片,埋藏地下2000多年的秦始皇陵兵马涌坑也因此惊陷在20世纪人的眼中。 1994年,陕西考古研究所展开了对西安秦始皇兵马涌二号坑的正式发掘工作,当时参与发掘清理的考古工作人员,都满怀期待的希望能够在二号坑中,发掘出为2000多年前的秦军,所使用的锋利兵器。 非常巧合的是,坑中不断发掘出来的铜毛、铜弩鸡、铜族等等兵器正好和他们的期待不谋而合。 当时现场的众位考古工作人员也为此感到非常兴奋,然而让现场的考古工作人员更为兴奋的是,随着发掘工作的不断推进,居然在坑中的较深处清理出了19把保存非常完好的青铜剑。 这19把青铜剑虽然埋藏在地下2000多年,但是见任何剑锋仍锋利无比,寒光闪闪,由此反映出2000多年前的秦朝雍有高超的金属冶炼和铸造工艺。 除此之外,考古专家们对这出土的19把青铜剑经过一系列的科学检测后,居然惊奇地发现要求把青铜剑的表面都度有一层10微米厚的各原化合物。 这一检测结果一经公布,立刻震惊世界,因为在金属表面度各工艺。 德国人在1937年,美国人在1950才先后发明出来的,我们的祖先秦朝人是怎么做到的? 这至今是个谜题,而更为让人称奇的是,考古工作人员在发掘清理秦始皇兵马俑一号坑的时候,发现了一把被一尊重达150多公斤的陶涌压弯在土中的青铜剑。 然而就在工作人员一开陶涌,从土中拔出它后,它弯曲的剑身竟然瞬间反弹平直,自然恢复。 据当时现场的考古专家介绍,在看到这一幕后,当时发掘现场所有的工作人员都因这神奇的现象瞬间惊呆了,因为我们很难想象,难道2000多年前的秦朝人就已经掌握了如何制造记忆金属的工艺了吗? 这也不得不让我们怀疑。